秋生大哥你好 也說大飛哥你好 没看过我的电影 还大飞 想问一下 有没有再旧一点的 人肉叉烧包了 人肉叉烧包 这个太可怕了 本片以特殊的难民题材 揭开了香港阴暗的角落 讲述一个关于渴望父爱的孩子 跟一个无法理解儿子的父亲 没有血缘的两个人 发展出一段 另类公路父子情的故事 秋生大哥你好 也说大飞哥你好 你拍过这么多的题材 没看过我的电影 有 当然有了 还大飞 想问一下 有没有再旧一点的 人肉叉烧包了 人肉叉烧包 这个太可怕了 想问一下黄秋生大哥 你拍过这么多的作品 这么多的题材 有没有曾经想要当导演 有的话想拍什么样的类型 有有有 有剧本了 那会找我演吗 已经有剧本了 好 谢谢 演叉烧包 好 那我来访问一下 林露 你第一次拍戏 就有的感受 有什么感受啊 很开心 对 因为他说很开心 第一次认识 那王超生说说 他可以讲过你 可是我很想讲广东 我练习很久 很久 我不理我 表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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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 我是林诺 他有点紧张 给你们搞到紧张 本来一点都不紧张 紧张是你们看完戏很喜欢的 所以我就有压力 尽量把这个欲望 取消 那你这个是把这个 那些东西都很多感到 还在这边 感觉就是跟前辈学习啊 因为就是 就是除了戏剧以外 我觉得秋生哥 秋生哥经常有讲很多 人生的哲理给我听 跟他学了很多 有一点紧张 大家都很高兴 有些紧张 但是很开心 有没有看到哪些 给你觉得很高兴 有没有听到那一句 你觉得很高兴 你觉得很高兴 呃 王超生 王超生 王秋生 还有我 我震东 周兴哲 柯震东 跟周兴哲 有在他们拍照 要我们玩这个演唱 有啊有 拍了拍了 他懂得比我多耶